否则的话 事实上来讲 也有很多的部长 是来自大学的校长 那离开了这个任内以后 是不是可以再回去当任校长呢 这种都是一种 将来一种很正常的一种机制 如何让这个机制 不会让被外界误解 如何让这个机制避免 因为我将来可能会到这个学校去 我就先安排 这样子的话 对于学校也好 对教育也好 对社会也好 多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所以部长你刚才说 你赞成要修法 定法 我想对这个部分来讲 应该要尽快了 真的应该要尽快了 否则的话 像今天报纸一登了以后 大家 你看了 原来教育不是这个样子 对学校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教育部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所以我们希望部长能够 既然决定接受 就要赶快 好不好 是 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想有关于修法的部分 我们会尽快来跟全续部 来做沟通 然后我们会寻正常的管道 来积极来推动 那今天谈到弱势 弱势生的问题 弱势生现在在教育部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叫弱势生 弱势生其实包含了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特殊境遇的家庭 还有这些都算是我们的弱势生 所以部长 你现在所定义的弱势生 还是经济弱势 是 对不对 是 那当然在经济弱势 事实上来讲 经济弱势的事情 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所以像现在我们学生贷款 利息免利息的额度 这个门槛一直在下降 是 对不对 是 已经现在降到114万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时间现在好准备 你要把它拉长 所以来减轻学生的负担 可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 当学生毕业了以后 拿到学位以后 踏入社会以后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还这个学贷 有关于这个学贷 所以这个问题 绝对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是 而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 在社会上 是不是一个落实的学生 这个我觉得比经济的门槛 还要重要 是 今天 报纸登 报纸 科大的学生说 他的学以致用 比不上普通大学 这是科技部 教育部 相关单位 的一个调查报告 一个长期扩大的 一个相关报告 是 如果今天是一个科大的学生 他的学以致用 竟然比不上一个普通大学 那这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一个学生 进入到技职体系以后 竟然无法 学非所用 竟然学用落差 像这种的落实 我们教育部 要不要去考量 是 谢谢委员的提醒 第一 我想报告的是 目前我们所显示的资料 其他其实在两千年 它是比较旧的情况 不过科大的学生的就业情况 不如一般大学 确实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这几年来 不管是技职再造计划 或者是典范科大计划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 能够强化 科大系统的学生的实务能力 以及产学合作的关系 我想这个部分 教育部持续在努力之中 我想事实上来讲 不管是科大也好 普通大学也好 他多不应该学用落差 多应该学以致用 这才不会浪费到教育的资源 这也才能够反映出 学生去念这些课程 是真正他的 跟兴趣有关 跟社会上有关的 而不是专门为了一个文凭 如果只是为了一个文凭 毕业了以后 就会产生学用落差 所以如何能够排除这种 非经济因素的弱势 我觉得这个在教育部来讲 也应该要去考量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弱势 我们今天讲顶大 要2% 你教育部的起飞计划 也是让这些落实生 进入到国立大学 然后国立大学 一年补助一个学校 600万 私立大学补助500万 对不对 是 那请问一下 弱势生 教育部所谓的经济弱势的学生 进入到国立大学 2%不到 大部分都在私立大学 大部分在技职体系 尤其是私立的技职体系 可是为什么起飞计划 你们竟然没有包括 科技大学 没有包括国立的科技大学 也没有包括私立的科技大学 这是我刚刚讲的 你今天教育部 中研院 科技部 大家共同地调查 科技大学的毕业生 学与自用的比不上普通大学 他踏入社会 他就是变成一个经济落实 那可是我们在起飞计划 我们只给国立大学 最重要的就是国立大学 希望把这些经济落实的学生 到国立大学去 因为事实上也是这样 因为进到国立大学 经济落实的比较不容易进去 所以我们要鼓励 可是还有那么多人 进不了国立大学的 在私立大学 在国立科技大学 在私立科技大学 这一块 我们也没考虑到他们的问题 我想我们这次的起飞计划 确实是针对前段的学校 希望他们提供同样的机会 给这个弱势的学生 所以我们优先是以这个顶大 作为我们这个努力的重点 未来我们会逐渐地扩大到 典范科大的相关学校 那也是让这些弱势的学生 有进去的机会是 部长您有没有去统计一下 现在弱势生 弱点最多的是哪一种学校 是国立大学 国立科技大学 私立大学 私立科技大学 这四块 哪一个弱点最多 私立科当然最多 私立科大最多 是 然后接下来我们不要去管人家 我想他们的部分 应该是在加强他们的学习能力 跟学习内涵 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是 弱势学生居多 就是刚才委员指教的 他怎么样子学 念完书以后 他毕业的时候 能够拥有异技之长 能够很顺利就业 我想那个是 在这些学校里面 我们需要去支持跟协助的 部长您照这样讲的话 好像贫穷家的孩子 就只能进入到技术体系 贫穷家的孩子 就只能到社会底程序 不是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不能到社会高程序吧 没有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学生来讲 我们除了鼓励它之外 对不对 让它提升 而且如果是技职 很可能是从高职就开始 对不对 让它提升 然后进入到国立的大学去 让它有异技之长 进入到社会高层上层去 这才是一个整体的计划 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说 我补助他们学生贷款 说实在的 现在私立大学 一般的学生都在打工 有些学生一顿饭 三五十块的便当 超过五十块的他吃不起 每天就这样过 那然后毕业了以后 又学非所用 那怎么办 那所以就变成 家境好的 有能力的 永远在上层 能力不好的 家境不好的 永远在下层 然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讲 解决贫富差距 最重要的是教育 只有教育 才能够解决贫富差距 所以起飞计划 你有没有去考量到 将来 如何能够让这些孩子们 踏入社会上 然后将来可以把贫富差距缩短 我想委员提的是一个整体的教育问题 我想全面提高 我们的各个学校的教育品质 缩短学用落差 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换句话说 他不管是念什么样的学校 他都能够有一技之长 都能够找到工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教育问题 那至于起飞计划 只是希望让弱势学生 他们有比较相对公平的机会 去进到比较好的学校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同步需要去平衡的一件事情 我不反对起飞计划 我也不是说起飞计划不好 我只是告诉你 起飞计划不足 是 我了解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 如何教育部 你在其他不足的部分 我们怎么去补强 是 你像起飞计划 非经济因素的问题 有没有考量在里面 那部长说好像有 可是据我了解 好像最近才开始有 我们现在开始的计划里面 各个学校都有把这个东西 纳入考量 而且你起飞计划 好像只有两年 是不是 我们我刚才有报告 因为我们未来这个计划会 整体会纳入到 我们的后顶大的 整个高教计划里面 所以接下来每一个学校 都应该要承诺 而且要具体能够做得到 是 所以我也希望 部长能够把我刚刚讲的 非经济因素的这些问题 也把它考量到这里去 是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否则的话 你今天就是 学贷放宽 利息免费 时间延长 踏入社会 还是背了一大堆 一大堆的债务在身上 还不掉 对不对 那他的孩子又怎么办呢 是 所以这个部分 部长我希望部长能够 也要充满考量 是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请赖政昌委员咨询 主席 我们是不是有请部长 是 赖委员早 部长你早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这个报告 这个议题 我很有兴趣 而且也是非常关心 是 我们有关 其实台湾有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个 教育公益已经是不存在 而且我们知道说 其实教育一直是台湾 很多贫穷家庭 他们脱离贫穷的希望 但是我个人一直觉得说 我们这几年来 台湾这方面的教育的功能 已经是几乎是不存在 这种阶级的流动 已经是没有 而且这种职业的世袭 这个你比较优势家庭的小孩 就比较有机会 进度比较好的学校 他就比较好的出路 弱势家庭的小孩子 就是他的机会相对就被剥夺 这个其实 只要有从事任何教育工作 也关心教育的人 大概都不会否认我这个说法 那今天我们这个报告里面 是高等教育 弱势学生入学方式变革 这一个方法 那这里我要跟部长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以我们现在各级学校 每一个学校台大也好 或者是政大也好 没有一个学校 哪一个学校的入学考试 或入学的招生检畅里面 讲讲说 要来念我学校 一定是说你家庭所得 要多少 你的家长的职业是什么 完全都一定是没有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 这个制度之下 使然 我们有很多学校 真的就是把我们台湾的 这个社会的阶级化 做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这个部长你的报告里面的第二页 这里面你所呈现的表 这个是说只有按照 这个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 技砖 公立师 这些它的一个比例 那这个你可能不方便 你可能不方便 把它每个学校的资料呈现出来 我是可以再 请 那个下一页 我可以把那个学校的名字 甚至是说都 帮你呈现出来 你部长你可能不方便 指出来 你来看一下说 我们中低收入 中低收入学生 占全校学生的比例 这个比例最低的 前面五个学校 阳明大学 台湾大学 交通大学 中央大学 清华大学 都是我们国立大学 而且都是顶尖的国立大学 那我们的这种低收入 弱势学生比例 比较高的学校 最高的是 慈慧一专 高峰数位学院 合春技术协议 艺英一专 国立台东专校 都是一些技专的学校 或者要不然就是 像台东这种偏乡 这个从这个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我们台湾的这些 学生的这些 贫户差距 或者这种城乡差异 这个是绝对是确实存在的 那这个从这里面 我们再看一下说 如果说是以我们 再下一页 102年度的 这一个中低收入里面 进入高等 这些弱势家庭的话 他的学生人数 只有2%到8% 而且这些弱势家庭 如果进入到 这个大专院校以后 高等教育以后 有三分之二是 独自立的大专院校 那你知道说 其实我们台湾的 私立宴校的话 这个协会是比公立 还多很多 那在这样的情形 这是一个非常 不公义的一个现象 你要嘛 你如果说 你家庭环境好 我们就像美国一样 美国的私立大写 哈佛大写 学会贵得要命 没关系 你都是贵族 有钱人你去念啊 对不对 要不然我们就像英国一样 我们就是 全部都是说工学校 都没有 让贫穷的人 享受政府的资源 就让这些有钱人 没钱人都一样 但是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是采取的是 低协会政策 我们说在的 像台大 政大 以前那部长 以前跪下 你们那些 都享受社会 政府很多的 很高额的补助 但是你们所培育 或者是所栽培的 照顾的是什么 比较优势家庭的小孩 那其实这样子的 社会争计在哪里 部长 你觉得呢 公不公平 我想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因为我如果从 大学入学的观点来看 我们希望他们 维持一个公平 这是社会上的 另外一个公司 或者是价值 所以各个学校 其实在招生的时候 并没有特定 就好像您说的 他们有特定说 谁 有什么样的背景的学生 才能够入学 不是 实物上我了解 你这个回答 跟我刚才所讲的 那个层次 如果说今天 你是当校长 我也当校长 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讲的是讲 各校之间的公平竞争 这个可以 但是今天你是部长 我要跟你讲的 不是只有讲说 各校入学的公平 部长来讲 是有部长的高度 你要引导的是 整个国家的 这些公平正义的政策 你是宁定政策 你不是只有在 讨论你今天如果说你是政大校长 你跟我讲讲说 你政大校长 我北上校长 我们都公平的竞争 我的学生就比你好 这个我没有 但是一个部长不是只有 入学化不是只有在这里而已 这个我们了解 你要的是怎么样子 为什么说我们的入学 入学的资格里面 没有做这种差别化 但是为什么会整个造成这样 那代表的是 我们整个国家的教育资源 或者是说 我们整个的 这种照顾的方式 我个人很不客气的讲 其实我们台湾的 这种教育的哲学 是有很大的错误 我们一直都只是在 希望的是做什么 做拔尖的 我们要花五年五百亿 怎么样照顾这些 比较优势的学校 其实这些只是追求一种 但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人口结构 一定是一个正三角形 真正你顶尖的 你拔尖你说 其实那只是小部分 你花政府那么多的资源下去 你就是把那个三角形的顶端 你提升个百分之五 其实那个范围面积还是很小 像一些教育理念比较先进 我像北欧像芬兰 人家他们的教育观念 不是要拔尖 他们是要把这三角形的 底座的往上提升 你看同样的百分之五 顶尖的百分之五 这小小的一块 如果底层的百分之五 那个面积是多大 如果说能够把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 往上提升 那对于我们的国家的人力 或者是我们的生产力竞争力 那影响是多大 而且你知道说 我们你拉上去那些 你如果后继无力的话 它还是会掉下来 但是我们如果说是把我们这个 底座的底层的人 如果提升以后 这影响的都是这些小孩子 一辈子甚至是两辈子的事 那但是我们真的 部长我不想你同不同意 我们过去的这十几年来 我们真的 我们都花太多的经费或时间 都只是在追求的是什么 世界排名 这个有意义吗 我想委员的意见 我们非常了解 我刚才有报告 其实全面提升高教的教育品质 才是工作的重点 就是不管他在哪一个学校毕业 他都能够有一些职场 不是 部长 但是你刚才你回答 那个江伟 你也是讲说 全面的提升 但问题我们要比较务实一点 你说 当然我们最好是说 所有天下的学生 我们每个都把它拉 但是我们的教育资源 我们的各种的方式 其实在有限的资源情形之下 我们在做政策的决定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说 那我们的优先次序是在哪里 当然你说我们前面 我们照顾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 照顾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学生 这个没有人反对 而且大家都这是我们的目标 是没有错 但问题是 以教育部 你总是说在你还没有 不可能有那样的能力之前 我们要把我们的教育的一个照顾 或者是优先次序 把它排列出来 排列出来的话 才可以让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大家知道说 我们的教育政策 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然后我们到底是要照顾的是 比较弱势的 还是比较优势的这些族群 这个就是我们教育部 我们的社会责任 我们要做的宣誓是在这里 部长你讲说 我们全部都前面提升 这没有人反对 但问题是你做得到吗 如果更具体的讲的话 我想我们现在在教育资源的使用上 应该是拔尖与固本并重 就好像我们的体育比赛也是一样 就是有国际性的选手 或者是球队 我们要支持 但是全面的提升 我们的运动的能量 其实也是很重要 不是 部长你讲说拔尖与固本并重 这个是 讲是这样讲 但第一个我认为说这个你要拔尖与固本并重 我第一个我认为说这个先天上 我们是做不到 第二个事实上来讲 我觉得说我们教育部也没有达成 我自己本身也来自于教育界 其实尤其我是来自于技职体系的 我觉得说技职体系的学生 或者是技职体系的校长 受到教育部的眷顾 相对就少了很多 你说拔尖与固本并重 其实你想想看 我们鼎大的或者五年五百亿的 有哪几家是技职学校的 台科大那只是样板而已 那象征性而已 真的哪里有做到拔尖与固本并重呢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跟问题 我目前在检讨未来高教蓝图的时候 其实也希望把这个问题 能够务实的去面对跟解决 我想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件事情 不是 看到这个事情 我今天再这样讲 这个我个人一直是认为说 我们整个的国家的各个部门里面 教育部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影响不像经济部财政 只是影响这当代 我们影响的可能是 这一代还有下一代 教育部它是非常的重要 那教育部里面 除了一般的教育的行政 这些 我想部长以前你也当校长 那已经够缓了 那很多校长每天都缓了 但是在 其实你校长再厉害 还是受制于 这个教育部的政策的制约 那教育部的政策的制约里面 教育部那么多人 我觉得部长来讲 部长的想法 其实是最有关键的 你部长的理念是什么 你的部长的教育 哲学是什么 我相信说 会影响整个教育部 影响整个国家的教育 那我今天跟部长讨论的是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是要讲的是讲到这个弱势 弱势学生 然后再讲的是有入学方式 那这两个都刚好我个人都 非常有感觉 因为台湾的弱势学生 真的非常可怜 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部长以前你一直都是在政大 都在大学里面 你可能没有到记忆 你不知道说有一些弱势学生 他们有很多人 你说有时候我们说 为什么他不用工 他不是不用工 他必须要去打工 他打工不是为了他买iPhone 不是为了他买 有很多的学生 他打工是要维持 他自己的生活会 甚至还要贴补家用的 这是我们很多 弱势学生的这个现况 那这些的话 我们政府或政策 这些人来讲已经弱势 我们如果政策上不支持他们 讲一下他们有什么未来可言 这个真的是 那第二个 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是 入学方式变革 我真的我也很讲说 入学方式 我们以形式上或文字上 我们入学方式 绝对没有任何的歧视或者限制 但是我们目前的入学方式的话 真的是会影响很多 做这些什么 家庭背景的筛选 这些是我个人的 有很深的体会 所以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 特别来跟部长说明一下 这个真的 我们对教育部是寄以厚望 尤其是对于教育部长 责任是非常重大 你的想法 你的哲学观念 你对教育的使命感 你真的是会影响 这一代或者下一代的人 谢谢 谢谢 谢谢委員的指教 其实我想我们对于 记职的重视 其实这几年来 我们都积极在努力了 过去一年我去访问的学校 基本上就是记职学校 大概没有去一般的大学 或者顶尖大学来特别关心 我想我们会落实这件事情 好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好不好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 请许智杰委员咨询 好 主席 大家好 我们请部长 市区委员早 部长早 我们看一下 换灯片 还没好 好 那个 巴黎的那个恐怖攻击 这个部长知道吧 是 我有看到新闻 好 那我们2017要办四大运 对不对 是 那部长都准备好了吗 我想有关于整个世大运的相关的伟安 体育署跟台北市都积极在研商中 是 世大运有没有可能会遇到恐怖攻击 这个我不敢预测 不过我想我们会做好全力的准备工作 是 我们要做好全力的准备工作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世界杯足球赛 资格赛 越南在台湾 最后这个场景你知道吗 部长知道吗 是 在新闻上有看到 是 越南人跑进来现场乱 是 这个以后有没有可能再发生 我想我们会 极力避免这种事情再度发生 看下一张 这个是 我们跟伊拉克 在高雄的球场 也是我们足协办的 这个现场的人流是这样子 看下一张 这是现场的安全人员 那看了这两张你觉得这样子适当吗 我想那个我们一定会针对那个现场的情况来加强所有的安全的准备 目前这样看起来是稍嫌不足了一点 稍嫌不足 你看这个安全人员拿着加油棒 安全人员 那是加油人员 那可能是志工 是 你们就现场 我让你看看 我让你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你看下一张 维持秩序 对 我们的 这是 这是泰国 这是在泰国的时候 11、12 你看人家那个安全人员跟这个分流 你看再看下一张 这是整排 进来 甚至他有分男生女生 你看这个分流的秩序 好你看下一张 这个是现场进去之后的安检 好 就这几张 特别要让部长看一下最后一张 好下一张 人家是做违安 我们是做心安 我们这样子的格局 如果遇到恐怖攻击 我看很惨 好所以 面对 我们所有的协会 在办所有的赛事 所有的活动 这一步到底有没有角色 我想所有的违安的事情 其实涉及到这个国安 包括那个 整个 我知道 我是要提醒你 包括地方 我是要提醒你 就是 这一步到底是 也是在旁边观赏的人 还是 教育部应该主动 去了解 我们比赛 到底要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 我们再看下一张 我们习惯玩了一下小节堂 棒球 棒球体 先问一下部长 下一张 这个是谁 先问这个好了 这个是谁 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是谁 不用提醒 就是要问部长 部长中间那个是谁 有没有像吴思华 是 我还以为是吴思华 中间这个是王真志 王真志是左打还是右打 他是左打 他怎么会这么奇怪 为什么他会用右打 有什么玄机 我想是他自己的选择跟习惯 没有特别的 选择跟习惯 这个是谁 不要讲 这是谁 陈金峰 是 这个是韩国的 普专号 为什么王真志会拿右打 你知道吗 我们看下一张 这是谁 这是我本人 你本人 是 我以为你不认识 是 部长你会不会觉得 前面三张 前面三位 跟部长 你们四位在球场上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跟委员报告 那天去开球 确实是临时被指派的任务 因为本来大会安排的是 王真志来开球 不过他下飞机以后 他表达说 因为他手受伤 他不适合来做这件事情 我也是临时被指派 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致辞也是临时被指派 支持是我们代表政府去做的报告 其实世界的赛事很少人在支持 你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年轻人 骂得要死 我们这个有时候写的真的是不好听 我都不忍心马上念出来 部长有空回去再请你的部署 幕僚弄给你看 那其实这几张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正式的赛事 正式的赛事 应该去了解一下 人家国际的赛事是怎么办 那我们台湾的赛事要怎么办 那这个部分 有时候 这是国家的脸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关心 没有去注意 没有去要求 有时候丢脸丢到国际上 部长都不见得知道 下一张 棒鞋 这一次12强的比赛 韩国的媒体 痛批 我们这个是职业赛还是业余赛 然后呢 他有写到说 球场 机场 机房失火 这个一件事 我们处理慢半拍 那主办单位品质不佳 这是苹果日报报的 也就是说 苹果日报的记者 去看韩国的媒体 好多家 都这样子在指责 我们台湾 这一次的12强的比赛 那相对的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比赛没有规划好 是会丢脸丢到国际的 好我们看下一张 球迷买的位置 竟然被铁架封起来 这是什么状况 部长知道吗 这我不了解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位置你会坐吗 部长 这个位置请你坐进去看球赛 你会坐吗 那你看这一张 这个小姐坐在这里 看球赛前面铁架子封这样 你觉得这个卖票 这一张票2000块 2000块你叫我坐在铁架子 这样看你是把我关注感到里面 这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我要告诉部长 就是棒写到底怎么规划 这张票后来有去跟主办等会换位置了 只是说 这个很离谱 这张票就是位在这里 这个好像在建立铁窗看出去 在铁窗里面看球赛 这情何以堪 好那我们看棒写怎么说 棒写 一开始我们在要求说 要给球员保险 推脱啦 对不对 然后呢 用国家荣誉 来扣这个帽子 说你们只向前看 后来还好 我们体育署 有及时伸出援手 后来这个保险是体育署出的 这个要谢谢我们体育署的应变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底下的协会 应该怎么样的默契 来照顾球员 来要求我们的水准可以更高 那棒写的意思都是 台湾球场不如每日 需要中央政府跟地方 你看他就怪你们了 你帮他擦屁股 然后做得不好 不足之处都怪你们 然后没有振扎到里外选手 下一张 所以这总而言之 我现在是要针对棒写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正好跟马银九一样 那教育部 体育署面对这样子的协会 难道都没有任何的方法吗 最后一张 我们希望说 教育部 对这部分应该有更多的关心 就是说世道运2017 这个是世界的选手都会来 恐怖攻击 我们要注意 为安 还是心安 希望不要到时候 教育部的讲法 当时候部长不在 没关系 总是有后面的 总是要行政业延续下去 如何去注意到 安全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国际赛事 难道都是协会主导 体育署 教育部都没有意见吗 总是要去关注他们所承办的品质 好 最后就是所有的单向协会 我们希望 教育部跟体育署都用一点心 让当向协会的品质可以更好 好不好 是我想我们跟那个各个单向协会 会更集结来合 我最后还有个问题 因为时间不多 那个部长 我今天早上打了四通电话给你 都没有接电话 也都没有回电话 也没有人 也没有秘书帮忙接电话 所以 电话都是正架的 好 好我问 我们来查一下 查一下 你看有两通是立法院 有两天是否个人的行动电话 好 好我来问部长一个就是说 学校的组织章程里面有讲到说组织变革需要三分之二 校园会议通过嘛对不对 几乎所有学校都是这样嘛 好 那如果并校是不是大事 算不算组织变革 并校已经是一个新的 对啦 是不是组织变革 是不是大的变革 需不需要三分之二通过 并校它是一个计划啦 它如果在校园会有多数通过的话 教育部是尊重的 不是你的组织章程是写三分之二嘛 那你要不要根据法 这个是因法 看要怎么做依法而行 而不是因人废事 而不是今天部长你讲什么话就算数 市长讲什么话就算数 市长讲什么话就算数 那这个就是因人设事啊 所有的大学里面组织章程 有没有写到说三分之二要校围会通过 有没有 我刚才跟委员报告 我说合并案本来在大学法里面就规定是 尊重各个学校的意见 但是教育部也可以由上而下的来做主导 没关系啦 组织变革 部长知道嘛对不对 总是要有一个组织章程嘛 这个是 这个是依法不是依人嘛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做个部长 换个部长就可以依人嘛 是 所以我要郑重跟部长讲一句话 教育部要主导什么事情还是要依法 如果不依法我就告教育部 是 学校的章程三分之二就是三分之二 那你讲二分之一就二分之一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教育部要依照学校的组织章程 法定在那里就是要叫你依法而行 而不是说你今天当部长就可以改变想法 这个部分希望教育部可以遵法 遵照法律好好的依法执行 这样OK吗 我们会依法办理没有问题 依法办理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我特别提醒部长 不要忘记了只是换个部长换个师长 就可以不依法而行 这个部分特别的强调 并效是大事 组织章程写的三分之二就是三分之二 而不是你讲二分之一就变二分之一 这个部分希望部长能够确实执行 好谢谢 好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请吴部长 是孔文吉委员咨询 部长您好 在这里本期是要特别感谢部长 就是我们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那部长那个时候抽了一天的时间 愿意啊到兰语去参观那边的一个学校的一个环境 了解这个我们那个台东 偏远地区啊 离岛啊那个老师啊 听他们的心声 那当天我们是去当天来回 那本期是有陪这个部长去啊 那我在这里是特别再提醒一下部长 呃部长你还记得那一天啊 我们去兰语的时候 是 跟我们那个学校老师的座谈 是 因为兰语那边有一个完全中学嘛 是 叫兰语中学 是 刚好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是